要味道改了 我們那邊吃的很重 味道很重 鹹度都很鹹 甜都很甜 甜什麼都重 你的清燉牛肉麵 好吃 沒話說好吃 喝起來它沒有那個三味 那個是很順口 而且一般最怕什麼 很多的清燉牛肉麵裡面 因為它把這個牛的味道壓過去 它放了很多的東西 雖然看不到 但是調味調進去 好不好 它紅燒的 這個又是台灣這邊算是 家家戶戶 只要賣牛肉麵一定有 三保麵 對 牛肌 牛肚 牛肉 三種 那你為什麼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牛肉麵 我一早到台灣就吃牛肉麵 因為我們外國人是找不到東西吃 特別是我們是不吃牛 也不吃豬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來的時候 很少有英文菜蛋啊什麼 你還幾年了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了 對 我已經覺得你這個很精彩了 你這個更精彩 這個是很多店家都有 光這個湯的湯色你就知道 但是真的是那種 牛肉湯熬出來的時候又帶點濁 你有的是醬油色的 那個根本沒味道啊 那個是 調味料調出來了 對不對 我現在真的對牛肉麵很有意見 真的嗎 吃都知道 吃熬燈過熬燈 所以呢 他的表情告訴我他很認真 但他的長相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就是外國人 他去牛肉麵這麼的有研究 有客人跟我講就是說我紅燒好像那個 你喝酒的時候 你喝酒 紅酒的時候 紅酒下去的時候 香氣就上來 我的紅燒也是那種 喝下去就香氣就上來 紅油炒熟對不對 炒熟對 那個是 他的質是比較特別 特別是那個紅油是我自己 紅油你自己弄的 對 自己炒的 對 為什麼會有一個外國人喜歡這些東西 不一樣 這就是屬於你個人的味道 這是老外的 老外的紅油炒熟 紅油炒熟 它搭配起來 它那個酸酸的味道 這個越辣越好吃 吃下去就整個流汗 整個著火這樣 可是這個很爽 所以這個是大辣嗎 這不是嗎 這個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你吃不吃多大 我這本店都會變了 我辣椒長大了 我從小就拿辣椒就被找到了 你要我拿 不… 我有一個很 不… 真的一個很… 去 好 去 一個老外 我必須講 紅油炒熟不是我們印象中的味道 但其他的東西 你只把眼睛蒙起來 你吃 我跟你說 你會覺得說這個老闆手藝真好 但你絕對不會想到他是個外國人 我是個伊朗的人 我跟你說 這個 你纏一點點好不好 你覺得我會太辣是不是 對 你纏一點點就好 這樣會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你等一下真的 我只不小心把它放上去而已 你先…你試看看 真的嗎 真的 夠了 給它滿辣的 尾端上來 好 來囉 來囉 這個真的很辣 這是… 這好辣喔 我給你… 我告訴你 不要 好 直接流淨光 我有講 你不要那… 這是鬼焦吧 是那種 有那個小小的圓的那種 對… 我叫你不要那麼多 我怎麼知道 我講得很掉 我只沾一點點而已 對… 它就很香 這個號稱死神的辣椒 只要沾一點點 連我這種嗜辣如命的人都受不了 十足的後勁 就像是原子彈在嘴裡大爆發 辣完之後的是… 些許的疼痛 幸好我只沾了一點點 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小看它的威力喔 好的 終於來到觀眾最愛的壓軸重頭戲 人緣就位 食材備好 今晚我們不在外面做 我們改在室內做囉 這個很開心 我們現在人 好不好 一直在外面參風入住 所以有人願意提供場地給我們 沒錯 加一點長榮 文樂 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比較特殊一點 這一整集下來 其實就用了最後的黃牛 我們來做牛肉麵 牛肉麵 我今天做一個比較簡易式的 讓大家感覺有點冒煙 牛肉我會稍微先煎一下 你有選特別哪一個部位嗎 牛小排 牛小排 對 牛腩 牛腩 牛小排都可以 對 乾煎 乾煎 因為這份牛油我會拿來做辣椒 今天做的是川味 好香喔 好 大概煎一下就有香 好香喔 有點焦香 然後把它放到壓力鍋裡面 所以這是簡易版 可以讓湯頭馬上有味道 對 沒錯 沒錯 牛油幫你吃 蔥有沒有 對 它的那個根本切 不用 很好 蓋子 蓋子 然後這邊我們有準備了土料 就是肉桂棒 因為要買肉桂品 臨時沒有用肉桂棒 豆蔻 八角 然後花椒跟茴香 茴香 這邊我們會花一點時間 把蔥弄得有點焦香味出來 對 就會像蔥香的 裡面的感覺 天也太大了 然後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蒜頭放進去 然後薑整塊拍一拍就可以 流進來 蒜頭 不是不給你拍啦 它的警報機箱 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邊呢 我們先試一下 辣乾的味道 因為 這個你要去控制它的鹹度 因為如果說你是用一般的鹹度下去做這個牛肉 它牛肉不會乳味 所以在這個部分 牛肉會是要味道重一點 所以醬牛要夠多 要把它倒過來 這個鹹度放過去就不會太鹹 沒有 它這樣子的話你肉才有鹹度 可是我們不是牛肉麵嗎 我現在等於是我現在煮它之後 然後待會兒牛肉好的時候 牛肉的味道是不是會釋放出來 對 它是不是很鹹 牛肉也釋到鹹味 我把牛肉撈出來的時候 我用這個再去對水 對到我們要喝的湯 那就好 你就少了一個 濃縮湯頭 就少了一個工序 這是什麼 湯 湯 現在把它弄起來 等到它跳起來之後 你只要熬大概30分鐘 它就好 現在這個中間我們來做一些別的 薑先進來 辣椒 辣椒進來 蒜頭進來 你炒一下下就可以了 一下下就可以了 這麼多 這一樣拍一拍 這時候要煉辣油 薑放進來 花椒粒 然後這邊 然後來一點豆瓣醬 然後來一點豆瓣醬 請看 好像來都10分 10分 好香喔 30分鐘了 好 然後我現在把它倒出來 現在就來這邊對 好 鹹 但是是對的 有沒有 很濃 它真的很濃縮 所以一定要放一點水 沒有 因為這樣會比較 不要省 而且牛肉煮釋放出來 牛肉味當然明顯 超濃的 這樣長做嗎 我完美 還是可以再淡一點的確 可以再淡一點 可以再淡一點 你再試一試 看這樣子 剛剛好 剛剛好 可以 剛剛好 好 這邊你要煮麵的時候 其實你確實 一定要加鹽進去 然後這邊你要確定的麵 水夠 水量夠 讓它滾的時候會 有一點散開 才會跟它完全受熱 同時間燙菜 因為你有時候在這邊 你會放水 其實你也不用放水 你把菜也放進去 對 讓它降溫 讓它就會降溫 軟 可以 它肉就有味道 對不對 對 肉就有味道 不太像一般 一般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牛奶 但牛小排 它刻骨的彈性 對 而且我覺得台灣這個黃牛 它最棒是 它在咬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個香味 就是有在我們嚼牛肉乾的那個香氣 可是它的肉 卻沒有牛肉乾那種那麼老 對啊 乾 對啊 好了耶 兩碗吃 兩碗吃剛剛好 肉好 好 蔥花 酸 好 你知道你吃每一口就會 都卡滋 對 很脆 還有辣牛 有 好香 很意外 很意外 什麼意思很意外 因為我以為牛肉麵的湯底 可能要用蔬果什麼 一般我們在煮牛肉麵湯底 不是要熬嗎 要熬很久才會有那個甜味 可是你剛剛快速煮法 是連湯底 就是白開水這樣煮 它完全都是牛肉的香氣 整碗都是牛肉蛋有那個味道 對啊 我跟你說這個很厲害 如果你吃辣的 它會變成那個牛肉麵的味道 會更香 好牛 好牛 更牛 對啊 更濃 而且重點是它完全不會膩 這是牛小孩 他們有像一般美式的 或是澳洲的一種 吃起來松五軟到裡面有的 那它是越嚼越嚼 對不對 有很有嚼勁 好 這就是我的四方牛肉麵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謝謝兩位特別來我們飯店 做這麼美味的料理 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們平常都參風入宿的 難得可以在室內有冷脊椎 沒錯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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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用一下它是我們有特別選了 阿里山的一季咖啡豆 它是冠軍咖啡豆下去調製的 那它上面就是 伴侶有特別用的一些牛奶 再下去調這一款 就很適合吃辣的料理 它是奶肥 對 還不錯耶 有一點牛奶糖的香味 就甜甜的 然後有巧克力的香味 可是調酒就是你喝 讓人家覺得很舒服 對不對 可惜就是稍微來得晚了一點 反正別吃牛肉麵 別喝巧克力 一般有種風情 對不對 我怎麼說晚呢 不然他們的BBR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料理 齁齁齁 吃飯囉